尖椒肉串你知道在家怎么做好吃吗 今天我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还是学不会 我第一个肉上你家教为你老乡了 首先准备一块猪肉 给它改刀切成大厚片 再给它改成宽一点的条 再给它改刀切成反的块 给它改刀切成这么大块的小肉丁 给它放入清水中多头洗几遍 再给它加入少许晶盐为了提口 再放入一小勺料酒 一大勺土豆淀粉 加入适量的清水 给它抓成这样的干系度 再给它来点食用油 再次给它抓拌均匀 这东西咱们切点青红辣椒葱花算闷 打个辣椒往锅里边一散冒泡就是五成油温了 油温五成热下锅炸 给它一个一个下锅中 你别跟它气儿当公司的你去活了它 给它一个定型的时间 杂质表皮微酥 你给它咯咯咯咯咯 给它捞出控油备用 七成油温下锅复炸 这一步呢是杂质外酥理论的关键 杂质金黄酥后 给它捞出控油备用 锅流少许里有葱花蒜末爆香 来点少许的蚝油酱油 再来一勺半的清水 再来点盐鸡精一点糖 再来一勺水淀粉给它勾至粘稠 再来点凝油 虾肉炸好肉和配菜 这小菜能搂五万大米饭 老香了